这是位于板桥重庆的暗场 38平的中古屋 四房两厅的格局老无翻新 家庭成员一共六位 两夫妻一位长辈三个孩子 三代同堂的家庭 一屋主喜好公共空间 以中式产封为主要的设计风格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每个空间 洪杰做了哪些设计吧 从施工阶段设计师都会在开工的时候 跟所有工班师傅讨论整体施工的状况细节 一进门是玄关和餐厅 迎接的是大气古董石材地板 屋主原本保存古董零碎玉石 经过处理后 和其零食拼接成玉石地板 再用强化玻璃做封孔 左侧系统鞋柜做了悬空的设计 大门旁设一个穿鞋椅 出门前可以坐在上面穿鞋 设计师在柜体里面设计了透气孔 让鞋子在鞋柜里不闷稠 门片做了打鞋把手 减少外把手容易撞到的问题 柜体中做了气氛灯光 有一个可以随手放钥匙的区域 吊挂下使用间接照明 温和的灯光迎接回家的家庭成员 来到一旁的餐厅区 内坎式柜体以线板的设计 让整个柜体更加的有层次 另一面墙则是展示架 屋主有收藏茶杯的习惯 所以安排了一个古典简约的展示格 来放收藏品 线板门打开后 还暗藏了另一个收纳储存室 让整体空间不但被充分使用 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整体餐厅的质感 天花板设计下拉做了一点斜角设计 在落地窗的地方 做一个窗帘盒 把窗帘架隐藏起来 变得干净利落 在来到客厅前 会看到一个玻璃屏风 是屋主给书法名家写的字 来做成玻璃屏风 加上雕花和书法字 都是屋主的收藏品 客厅旁做了神桌区 用屋主原有的古董窗花屏格 改到神桌旁两侧木墙上 主墙以石坊砖盒押木的设计 打造出具独特的电视墙面 让家具和设计上成为了一致性 不违和感 以之后制作了展示画的隐藏式轨道条 因为屋主有一幅大挂坏 要做陈列版式 再来是厨房和阳台 这是厨房施工前的照片 墙面是他们原有的壁砖 一走出厨房到阳台 一望无尽的台北市 是多么美的绝景 让人心情都好了 厨房地板重新贴砖 选了灰色调质感 非常符合整体的风格 厨房因空间限制 要达到晒衣和洗衣的功能 经过设计师的规划 解决业主的烦恼 主卧室天花板的地方 都把梁柱包了起来 又因床头天花板有梁 在风水上不好的问题 所以把床往前移 在梁下做出一个隔板 隔出更衣室 床架则设计了上线室收纳系统床主 里面可以收纳棉被和换季衣服 让我们来看一下更衣室吧 因原本屋主的衣服太多 导致衣服堆积如山 既减少风水上的问题 又增加了收纳衣服的空间 衣柜因为空间狭窄 又要达到每一个临时角的收纳空间 进入主卧厕所旁 做了一个侧柜 可以放要换洗的衣物用品 这里是主卧室的预测 整个地板墙面都重新做了贴砖 经过工班师傅细心的装潢下 完成了屋主的诉求 地板采用了木质调 整体更加的温馨有质感 再来是长辈房 因为天花板有一个大梁 所以做了一个包梁的设计 之外天花板做了一些线条的设计和收纳空间 床也是用系统柜做的收纳床柱 厕所门使用塑胶材质 外层贴木纹贴皮 看起来像真实木头材质 同时兼具防水防潮又美观的效果 厕所内用的橱柜都是系统柜 再来是大儿子的房间 将来是打算当儿子和媳妇的房间 阴床的位置上方也有压梁的问题 设计师用天花板向外拉起床宽 装设了砍灯 以砍灯的方式代替了压梁的问题 床头做了间接照明的设计 以避免灯光直射睡觉人的眼睛 这个柜体是14年前就用的系统柜 搬家过来这里以后柜体本身都还很新 所以我们只是帮他装新的柜体门 再来是二儿子和小儿子的房间 天花板一样做了包粮的设计 在这里有两个床 除了刚刚看到的上线式的方式 也可以用抽屉式的方式做成系统柜 以工业风的设计为基底 方以原有的家具去做改良 这套窗的床因西晒问题 墙面容易烫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设计师在旁边设计了一个小柜体 上面可以做收纳 上面可以摆放手机 这样的设计可以将床跟墙面接近贴起 以免在走路的时候不易撞到层板 书桌做得非常精细 连看不到的地方也考量了进去 通常系统柜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由木桌来做书桌的话 才会有里外的差别 大部分的木工不会特别去做内层的抛光打磨 我们的木桌会细心到连里面都做 每一个细节都考量到 天花板一样有压量的问题 让天花板延伸贴起床边 以温和灯光的流明天花板修饰压量的问题 本集影片带大家一起看屋子装修前后的样貌 经过8个月长期的讨论下 完美落实了旧屋翻新的精神 有许多板材建材装饰品都是屋主原有材料重新设计 让屋主原有的材料能被运用 收藏艺术品古董能被漂亮展示出来 例如玄关的玉石地板 神桌拼格的古董窗花 全是石墓地板 及屋主收集的茶杯收藏 都考验着设计师功力和观察力 如何赋予这些高级用料全新的风貌展现出来 屋主经由一次次与设计师的讨论 重新做了最好的安排 这次暗场的屋主 已经是他第二次请红杰规划 屋主对收纳空间的要求 气派美观的设计 给予超级好的评价 频频称赞设计师的功力 喜欢我们开箱更多暗场的影片吗 按赞 分享 订阅 下方资讯栏有联络方式 加油设计师为您做妥善的规划 没电